你好 新的一季又這樣悄悄的到來了 而這一季跟上一季有很大的不同 這一季的分數文差非常的大 中低分的劇呢 在這次的推薦裡面偏多 但是我要推薦的五分好劇的話 也是千萬不要錯過啦 某一天滅亡來到我家門 一顆星 這一部老實說呢 一分我是給我喜歡的演員們 劇本呢超級不知所云之外 我連這一部需要拍到十六集的理由都 找不到半個 雖然還是有人喜歡這樣帥哥美女戀愛 外加一點奇幻元素的模式 但我認為這一部的劇本過於老套 但是浪費了演員的演技啊 無法抗拒的她 一顆星 這一部的一分呢 是給唯美的畫面和音樂 老實說為什麼想要改編這一部漫畫 我實在是有點黑人問號哪 這種需要描述細膩情感變化的劇本呢 我認為或許會更加適合 電影或短片的劇 雖然裡面男帥女美啊 但我完全對其中瑣碎又沒有方向的劇情呢 感到有點無感 月刊家兩顆星 是一部平平淡淡的輕鬆喜劇 套路呢也是有點老派 所以我給的分數不高 不過其中幾位演員的搞笑演技呢 真的還是要稱讚再稱讚啦 以房屋為主題呢也是稀有的劇本 如果能在這方面琢磨更多的話 或許整體內容評價可以再提升 而不會淪為平平無期的小品戀愛劇 所以我和黑粉結婚了兩顆星 這又是一部慢改劇喔 這種主題在現在也是不利於改編的狀況啊 和大明星談戀愛會顯得有點過時 而且不切實際 沒有什麼記憶點的劇情 而這部劇呢因為沒有平台購入等等原因 所以拖了好久才將這一部2018年就拍完的劇上線 命運坎坷啦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兩顆星 再一部賣帥哥美女臉的劇啊 看劇名就知道呢是關於人類與九尾狐的戀愛啦 這種拍到不能再拍的題材真的是很難有所突破 果然這一次呢就只能靠演員的搞笑來撐場啦 雖然撐不上會想要棄劇的程度 但是就看的時候腦袋也順便好好放空了一下呢 來魔女食堂吧三顆星 短片的暗黑療癒劇是由宋智孝主演的魔女 在開播前呢就受到很多的關注 裡面的每一道菜品看起來都超級美味啊 劇情安排還算順暢 每個小故事結局呢都有各自的意義 可惜啊真的還想再看更多的故事啊 作為小品劇來說呢還算不錯看喔 希望會有第二季 惡魔法官三顆星 這部劇呢開播前光是主題就讓人興奮不一樣啊 雖然前段劇情呢也是不負眾望 起承轉合都非常的精彩 但是中段開始呢讓人漸漸感到 有點不耐煩啊 原因除了男主的復仇進度其實推進的非常慢 主要配角的人設呢感覺根本就是通通來主導男主之路的啊 說好的復仇爽感呢 但好在男主角 要持成神演技撐場 老實說我能夠看完這一部真的都要多顆的池書啊 劇情呢算是倒吃甘蔗 越看越精彩的一部 情節發展呢安排得很不錯 正邪兩幫互標演技互相牽制 真的讓人看得超級過癮 裡面的演員很多位都是細骨啊 由於主題呢是關於臥底 所以動作細和刺激的情節都沒有少喔 一口氣看完會非常過癮 五月的青春 斯克辛 算是近期狗血劇中的青流 以當年韓國民主運動光州事件為背景劇並不多 用兩對年輕男女兩家從上一代開始的糾葛來陳述那個年代的悲歌 會讓人深深感受到其中的無可奈何以及深刻的愛情故事 搭配唯美的鏡頭和七美的音樂 看得我是老淚縱橫啊 也要稱讚一下年輕男女主角的演技真的很棒喔 未來值得大家期待和關注 打包袱四顆星 平穩的古裝劇 主題是那個年代會有的犯罪行為 好孩子可不能亂學啊 男女主角呢真的都非常非常適合古裝 女主角呢是少女時代的Yuri 這次扮演莊重的翁主 美如畫的古裝扮相造成不小的話題 更重要的是演技也非常不錯喔 喜歡古裝劇的人不要錯過啦 VOICE第四季四顆星 星系列的第四季雖然我略過了二三季 但這次呢找來宋城縣當男主角 馬上二話不說更播 雖然比不上第一季血將不用錢的狀態 但這一次飾演人格分裂大魔王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演員喔 演技精彩無比不需要多談 男主角精彩的鬥作戲和刺激的橋段也是值得一看啦 賣4.5顆星 因為女主角兩位姐姐我都非常喜歡 所以我很少見的就朋友一起看完了這部豪門狗血劇 其中不少橋段呢都有造成話題 像是同性戀啊以及孩子不是親生的這種劇情 雖然少不了一些浮誇的情節 但透過優秀演員的演繹呢 讓這一齣劇整體非常引人入勝 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某部分的音樂 常常跟劇情很不搭 實在可惜的這些精彩的氛圍啊 羽球少年團4.5顆星 青春可愛的熱血運動劇 看一看年輕演員們認真運動也認真生活 看他們如何透過羽球讓小村鎮揚名成果 其中他們和村民的可愛搞笑互動也非常有看點 還有重量級客串名單落落長 是最讓人驚奇的一點啊 每一集呢都期待他們在球場上一掌常才揮灑喝水 作為《施戰朝鮮》系列的前傳短篇故事 果然其中壯闊的場景和緊張的氛圍啊 依舊掌握得恰如其分 緊抓觀眾的眼光 故事很緊湊 也將活屍起源的秘密交代得非常清楚 本片女主角所展現出的絕望和復仇 也讓你非常期待接下來正片裡面 她會怎麼樣和主角們對峙 這部可以推薦的劇呢是由徐璇政和金東旭主演的 《璇集愛情劇》 那這部戲呢我大概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毫無懸念的一定要推薦給大家這一部 有一個理由呢是她在韓國的收視率並沒有很高 所以我就更想要讓大家知道 這一部真的是不能錯過的好劇 第一點劇情流暢台詞深刻 這一部大家光是看主題會以為是很一般的愛情劇 但其實其中透過懸疑命案和神秘角色 帶出整個故事線 完全感受到編劇在各個小細節的用心 而因為男主角是精神科醫生 所以其中也有不少打入觀眾心裡的療癒語錄 讓人暖心呢也讓人想回頭看看自己的黑暗面 畫面及音樂氛圍優美 我個人呢非常喜歡這一部每一集的結尾 回放當集的重點片段並抽色處理 氛圍呢真的是恰到好處的讓人驚艷啊 那當然整體的色調和運鏡很豐富又很精彩 讓我常常忘記自己在看的是愛情劇呢 主題曲呢更是經常性的讓我單曲循環 整體後製和劇情相符相成啊 還有非常重要的主角演技精彩自然 徐璇正和金東序的演技一直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們在這一部裡面呢也是可愛又讓人心疼的CPR 尤其他們各自在展現脆弱部分的時候 讓觀眾們也跟著一起心碎 非常真實的演技簡直演到每個人的心坎裡啊 除了以上推薦的理由之外呢 這一部的配角們也是非常可愛 除了他們自身的互動啊非常搞笑 他們的愛情故事也非常值得一看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部 內容豐富然後豐富讓人印象深刻的劇 下一期我正在追的劇主要有 我個人因為警察課程是我的女神正修金所主演的 所以我目前看的重點呢就放在這部劇上面 那麼其他劇的評價和心得就等下一季的推薦啦 請鎖定YAM到 以上就是這一季的韓劇推薦啦 那雖然這一季的分數並不高 但是呢主題也是很多元的 那以上就提供我的建議還有推薦給大家囉 如果你還有其他推薦或是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也不要忘記follow我們的IG喔 那我們就推薦下面見啦 Bye